突发消息 欢迎到此方看91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9月8日 有安定民众提供资讯显示 香港昨夜现黑鸡警告 林医暴雨瘫痪香港 暴雨导致多处 淹水地铁类淹果一人高 港府警局宣布所有学校停课 股票交易所暂停买卖 大部分交通工具也暂停民营 暴雨至今还没停 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 当地街道被滚滚洪水所淹没 第二位民众感会提到 在今日不到10点前 路上都是水都淹到车轮胎上了 高速公路上很多车变成小船一样 淡水而过 有关此事 香港当地政府资讯显示 香港酒浓新界东北级港岛 路纹超过200毫米云量 天文台总部路的一小时158毫米云量 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5时34分 卡普的资讯显示 极端取换会至少维持至中午 另外香港当地官方媒体香港01 在今日的报道工提到香港当地有名地铁站港铁 黄大仙站关闭 黄大仙中心北管贝尔基城被水沿半成 该城的一些商家物品随洪水漂浮 继续有关此情况 截止到现在为止 三里倾泻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新界北部水沁特别报告 离报警告都现正性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